霍顿发表的评论是有理有据的 他列举了大量的事实 表示中国在抗疫一开始 中国的科学家就做出了大量的工作 而且及早地向全球分享他们的经验 包括中国抗击疫情的各种举措 因此霍顿这个评论它不是空穴来风 它是有理有据的 而且是对某些西方国家抹黑中国 栽赃中国 甩锅中国的一种强有力的回击 所以说它是基于事实的基础上的 而恰恰那些西方的 那些对中国进行抹黑 攻击中国的都是造谣 没有任何的事实依据 因此他们的这种行径 在霍顿的这种评论面前 显得是不堪一击的 而且现在随着西方越来越多的科学家 站出来为中国说话 那么西方政客的这种污蔑中国 对中国污名化的这种举措 越来越不得人心 越来越没有人去相信 因此我想事实胜于雄变 中国抗疫的这种举动 中国抗疫所取得的成绩 是有目共睹的 我想随着越来越多的人 发出像霍顿这样的声音 那么西方对中国污名化的这种举措 也就不攻自破